忍亡开启神志形态 爆破也不是其对手 哈喽大家我是麒麟 时隔两周 我们接着来看 一卷杀人重制版 第253话 本期又回归了 短小的15页 上期说到 爆破正是和忍亡正面干上了 对忍亡研究多年的爆破 一上来就将忍亡制服 可没想到索尼克的杀手 让忍亡趁机吞噬掉了 爆破的压制力量 直接顿入高次元 还反手怀了几人 一发次元斩 爆破一手拎着一个 将弗莱什和索尼克 带离了次元斩的范围 看着他恐怖的深渊 索尼克不禁问道 这是幻术吗 弗莱什眉头紧锁 回应道 不是幻术 原来村子竟然是为了孕育出这种怪物 才存在的试验场 而知晓忍亡实力的爆破 也喃喃着 他完全恢复了 不对 倒不如说 爆破话音未落 旧被顺喜而知的忍亡 从背后一脚踹飞 两边双双落地 站稳后 爆破几人才看清 此刻的忍亡 已经开启了新的形态 与其说是忍者之王 此刻倒不如叫忍者之神 更为贴切 其空灵的面孔上 似有繁星点点 同时又伴随着脸部的溃蓝 看着几人不解的神色 忍亡解释道 真如你们所想的一样 爆破 在我吸收那个代理人的力量时 就觉得有些奇怪 原来那家伙是个失败品啊 被神明赋予力量的同时 身上还隐藏着 与神明背道而驰的黑暗特质 真是个倔强的家伙 不过也正是受此影响 你那种背离神明的黑暗之力 才会对我不起作用 并且也让我回想起了 在神明伟大意志下 而遗留许久的对你的愤怒 爆破并没有回应 而是取下了护目镜 头也不回地 扔给了身后的flash 接着双拳相撞 展开了传送门 近身激战 以处即发 面对突然杀了近前的攻击 忍亡抬手挡下后 紧跟着便闪出了螺旋锋刃 但爆破已经先一步 消失在黑洞里 下一秒便从侧面 开启小心传送门 给忍亡当头一拳 接着又是隔空的一脚 踢在忍亡腰上 不过是用不了 次元炮好重力拳而已 别在这得意忘形 欢迎一见 爆破再次利用传送门 从身下发起攻击 然后一拳接一拳 将还未落地的人亡 再次撒向空中 紧接着 整个人从更高处落下 一脚顶在忍亡背上 手里同时也挥出拳头 这一套组合招式 是完全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爆破很清楚 一旦被忍亡抓住机会 再次逃回一空间 就没办法追踪了 可正当爆破 启动传送门 要出拳时 倒飞出去的忍亡 除了神区外 脑袋和四肢 都诡异地转了过来 接着竟一刀将爆破 透过传送门伸来的手臂 给斩断了 没法合拳的话 就顺移不了了吧 反正的四肢脑袋 恢复原状 忍亡接着说道 我骨肉计都用过了 你还是只会拿无聊的把戏 攻击我的死角 真是让人失望啊 S级第一位的英雄 你已经没法再躲过 紫园展了 之后就眼睁睁看着 这世界的城市和居民 被切碎殆尽的画面吧 面对断臂的剧痛 爆破微微皱眉 脸上滑落下喊住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 不闪上撒谎啊 你说什么 你的眼神飘忽不定 假如是十五年前 和我战斗的你 肯定会迫不及待 斩下我的脑袋吧 因为吸收了恶狼的因子 你已经逐渐摆脱了 神秘的洗脑吗 爆破话音落下 任王便发起了斩计 但似乎正如爆破所说 他的攻击 只瞄准了爆破的躯击 并没有想直接取走 爆破的性命 好了 以上就是一拳重制版 第253号的全部能了 这一画 仍旧是爆破和忍王的对决 本以为上一画 忍王的逃走 会迎来和其遇的名场面 没想到又折返回来 给爆破只一顿揍 还把爆破手给斩断了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接回来 又或者 只是爆破准了幻术 这结尾的势头来看 受恶狼的影响 忍王大概率是要洗白白了 不过原作剧情里 也并没有明说忍王 是被其遇干掉了 或许孙天老师 就是由此展开了 关于整文的剧情吧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 其遇到底可哪去了 那么喜欢一群超人系列的 并忘记得点赞关注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麒麟 我们下期再见